台中家商学生秀出青春活力为活动解开序幕 全国高中职创客江临华之天在台中家商举行 集结29所高中自造实验室 共同展出创客教育成果 特别谢谢教育部对这个计划的一个支持 那也投注了相当多的人力跟经费 让全国各县市都有一所实验室的学校 来推动创客教育就是制造教育 那这个创客教育制造教育 其实所受贿的不只是我们成立Fab Lab的 这样子的一个中心学校 我们更把这个教学的能量 这个教育的能量向上的延伸 台中高工学生设计出能追着光源转向的太阳能板 可应用在建筑物上 另外包含3D电影雷射雕刻等作品 都有丰硕成果展出 甚至有学生作品曾获得德国红点设计奖让人惊艳 这次参长我们有提供DIY的部分 对然后就是比较简单的手作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也有展出我们的机构设计 因为我们连续三年都参加Ghost Team的比赛 对那前年是季军 然后去年是冠军 这个装置叫做仿生点式构造 它可以运用在未来的建筑物上面 它可以降低室内温度 以及隔绝太阳的辐射热 还可以储存电能 我们的设计科其实是透过专题制作的课程 带领同学来做专题的制作 那我们其中有一组的同学呢 是以桃园龟山在地的专摇的历史文化 来做他们的这个就是议题的这个设计 那他们是把它做成绘本的这个形式 那这一次的话参加德国红点设计奖 是以插画类的形式来表现 校方表示透过国教署和教育部经费补助 学校也设有两间制造实验室 提供学生更多实作课程 彻底落实技职教育学训用合一的目标 记者张伟玲台中采访报道